我们的东阳山步道 再延伸到我们的福镇 灯塔 大炮林那边的地方 关闪了一个点 就是关闪南阳那边的点 所以把这个动线全部连关起来 就是说未来的旅客来 他就可以说 从南阳山上 又可以从这边看这个 这个战场对岛都很好看 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 就可以让人家呈现一个新的一个点 听到在上面看 现在也可以在这边 而且你这边看蓝眼泪啊 因为安全 对 然后这边呢 上去你看东阳山步道 你那我曾经说过是一个小黄山 类似我们的大陆那个黄山 所以说 连这个 连关到东阳山 那边门关键 对 解脚解脚 就是我们的东阳山步道 这是我们的东阳山步道 有另外一个号称叫做小环山 那这景色非常的美 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沿岸的地质景观 还有我们的那个石头呢 非常特殊的一个地质 在台湾呢 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只有我们举关才有的特色机 那我们这条东阳山步道呢 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灯塔 未来就连贯到灯塔之后呢 把我们所有举光的旅游动线 就一次就完成了 就是所有人来 冬举游玩的人 就不会说为了一个点 他没办法走出去 所以说只要到哪一个点 都可以走出另外一个点 所以说所有的动线就变成串联起来